以及男双对抗 历史第一块 印尼的小黄人组合对阵中国双塔 双塔的优势在于中杀 小黄人组合的优势在于快速的比赛节奏 这对抗来来回回的非常的赏心悦目 节奏非常的快啊 力度感十足 这个球双塔好像一直在和小黄人组合纠缠 平推挡这不太有利 因为他们的中杀强太多了 可以说是他们非常稳定的一种得分方式 而如果一直和小黄人组合打这种直来直去的球 双塔占不到任何优势 李俊辉对上苏卡连续控制推 双方谁都不让谁 这个球我们可以回看一下 确实非常精彩 这个球充分的体现了李俊辉的身高优势 发接发之后双塔拿到主动 下压 看双塔的轮转会发生在什么时候 中半场边线下球自己跟进上网 我们看到小黄人组合的防守非常完强 下球接下来还挺轻松的 这毕竟是中国的重炮李俊辉的下球 也可能是这个球有点变慢了 这个对于小黄人组合来讲是非常有利的 因为他们其实唯一的弱点是被双塔组合的重杀杀穿 我个人觉得刘宇辉的发接发环节特别的厉害 而吉迪恩可能是这个地球上唯一或最适合苏卡木月的搭档 好 中文字幕——YK